建安24年 刘备集团和曹操集团的汉中 整独交战正汉 这一头由刘备亲自带队 志在彼等 不管损失多少都要拿下汉中 那一方则以夏侯渊为首 率军亲手 死也不愿意放弃 正当双方陷入僵持战时 刘备挥下将领黄中 发挥关键先生的作用 趁着夏侯渊前去支援张河 修补陆角的当口 他率军猛攻 夏侯渊战死导致汉中之战 局势发生根本性的扭转 顺利的天平逐渐往刘备方倾斜 但黄中不知道的是 他这一刀下去 不仅解决了刘备的心腹大患 但同样也把张飞的伯父给看似了 观众朋友可能觉得奇怪 张飞的伯父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夏侯渊是张飞的伯父 您肯定觉得奇怪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咱们就得从张飞的太太 夏侯夫人开始说起 夏侯夫人姓夏侯 没错 就是夏侯渊 夏侯敦的这个夏侯 而且夏侯夫人还是夏侯渊 嫡亲侄女 两人感情十分深厚 虽然出身名门望族 但夏侯姑娘的命却很苦 她很小的时候便父母双亡 父亲在临终前脱姑夏侯渊 于是夏侯氏在夏侯渊的抚养下逐渐成长 虽然在演艺小说里 总是把夏侯渊描述成一个没长脑子的满汉 但历史上的夏侯渊 却是个极重情义的热血汉子 东汉末年是个大动乱的年代 黄金起义 冻卓祸国 饥荒和冰灾 曹操在《诗歌好礼行》里 曾经沉痛地描述这时期百姓们的惨状 白骨 烙鱼也 千里无鸡鸣 奢弥 百一一 念之 断人长 作为黄金军猖獗的地区 雁州 玉州更是一片哀鸿遍野 夏侯家也穷得借不开锅 本来日子就过得紧紧巴巴 现在还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眼看着家里粮食不够 为了养活死去兄弟留下的孤女 夏侯渊强忍悲痛做出一个决定 放弃自己年幼的儿子 用他节省下来的口粮来养活夏侯时 始 掩 玉 大乱 渊以鸡筏 弃其幼子 而活亡帝孤女 尽管水书里并未提这个孤女的名字 但根据夏侯夫人后来的表现和史书的一林片抓 夏侯渊战死定征山后 夏侯夫人思念伯父的养育之情 请求张飞出面 要求后葬夏侯渊 我们还是可以大胆地做出褪色 夏侯夫人就是这个孤女 而随着曹操事业开始腾飞 作为曹氏公姑的夏侯渊也备受重用 她先后当上了陈流太守 影砖太守等要职 日子也慢慢好过了起来 那么在夏侯渊庇护下的夏侯姑娘 是怎么和张飞牵扯在一起的呢 说到张飞和夏侯夫人的缘分 还得从她的一次耍流氓行为开始说起 既然五年的夏天 刘备的日子过得越发艰难起来 去年她还击杀车骄 重战徐州 风头一时五二 结果曹操在关渡与袁绍 对峙时顺手就把她给收拾了 再次被曹操揍得满地找牙的刘备 只能带着张飞去投奔袁绍 刘备这点子实力对袁绍来说 不顾是大年三十的凉菜 有没有多能过年 这时候正巧赶上汝南的黄金贼们 响应袁绍 为了让曹操后院起火 袁绍打发刘备前去支援 于是刘备张飞等人 便在汝南 颖川之间搞起了游击战 而张飞和夏侯氏 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见面了 汝南黄金刘僻等赴袁绍 邵遣刘备将兵铸僻 被攻略入影之间 自诩以难 立民不安 曹操使曹仁将骑兵破走之 当然 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却并不浪漫 用武侠小说惯用的套路来说 便是 一个小姑娘为补贴家用 到山上去看柴石草 很不幸地遇到了一伙土匪恶霸 土匪头子一眼就看中 清秀美丽的小姑娘 于是不顾小姑娘的哭喊 强行将其掳具 并霸占为压占夫人 在这故事里 夏侯氏就是这个无辜的小姑娘 张飞却并不是勇斗匪徒 英雄救命的侠客 而是强强民女的土匪头子 出 建安五年 十八从妹年十三四 在本郡出行乔彩为张飞所得 匪知其良家女 遂以为妻 又有观众朋友听出质疑了 普通民女也就算了 可这时候曹操占据眼中 夏侯家也随之发迹 你好歹也算是个大户人家的小姐 为什么还要刨头露面出来瞧彩 这大概有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 夏侯家风便是如此 曹家和夏侯家第一代的大佬们 除了掉到千眼里的曹洪 其他人活得都十分简朴 比如魏武帝曹操 雅性节俭 不好华丽 后宫衣不锦绣 事欲 屡不二彩 夏侯敦则 敦虽在君旅 轻盈 施少业 性轻俭 有奢才 折以分施 不足资之余观 不治产业 都是发多少便花多少 从来没有存钱的概念 而夏侯渊更热血仗义 从他宁愿饿死自己儿子 也要抚养夏侯氏的行为来看 估计平日里也没少借记其他族人 就算俸禄再高 家里肯定也是苦哈哈的 第二个原因是 不是曹操他们不想存 而是的确存不了 用四个字来形容 东汉末年的隐州 那便是多灾多难 黄金贼闹完 没消停几年 曹操和吕布又为主导权 展开垃圾站 正当双方打得头破血流时 恐怖的蝗灾爆发了 饥荒席卷了整个眼中 为了活命 曹操不但四处抢夺粮食 甚至吃起人肉 曹操发食 欲掠起本屑 拱三日凉 颇杂以人仆 连人都能吃 还有啥不能做的 于是胡八一的祖师爷们 就此诞生 在陈琳写的《为袁绍席域周文》中 就专门写了曹操盗墓摸金的壮举 又梁孝王贤帝母帝 焚灵尊险 耸摆桑子 犹疑公诉 而曹操降孝 历史清零发掘 破关裸失 略取金宝 至今盛朝流涕 市民伤怀 又数发秋中郎将 摸金校尉 所过挥出 无害不漏 这篇文章带有很强的偏向性 很有可能是给曹操头上扣屎盆子 但曹操当时的窘境 我们也能窥奇一二 那真是恨不得一分钱都摆两半用 好容易吕不被赶跑了 眼周消停了 还没过几年太平日子 管斗之战又爆发了 所以夏侯姑娘们 出门乔菜也就不奇怪了 那段时间估计整个曹操上层 全民皆兵 就连女子也得放置乔菜 其实就是上山赶柴 收集落叶山草等储备 以防冬天或梅雨 潮湿季节无法生活 也是该着夏侯姑娘倒霉 在山上遇到了张飞这么个煞心 夏侯姑娘自己又长得美 于是被赵三爷给削纳了 估计又有朋友会问了 侄女丢了夏侯家的男人们 都不去找的吗 夏侯渊会放任张飞 把自己侄女给掳走 没办法 夏侯渊根本就不知道这事 这时候的他正赶着去给曹操 送军粮呢 原曹对质于关度 就曹操这点子夹点 哪进得起这么好 很快就出现了军粮不足的窘境 还是夏侯渊亲自率军运送军粮 曹操才有底气继续和袁绍死磕 可夏侯渊万万没有想到 他就出了这么一趟远门 小侄女便被人给掳走了 尽管气得暴跳如雷 但张飞早已逃之夭夭 又哪里找得到人呢 不过好在张飞还有点担当 知道夏侯姑娘不凡的绅士后 娶她为妻 莫名其妙被人掳来 夫君还是自己伯父的敌人 可以想象夏侯夫人对这桩婚姻的态度是何其反感 可是她一个孤女又能怎么样呢 夏侯氏终究是认命了 于是她嫁给了张飞 并一路跟随去新野 走当阳到四川 夫妻生活几十年 还生有两子两女 在夏侯渊战死后 夏侯氏请求将夏侯渊后葬来看 两人的夫妻关系应该不错 因为战上了夏侯渊 黄中由荡寇将军直接升起为后将军 可见刘备集团对夏侯渊的战死是喜闻乐见的 夏侯渊能被后葬 必然是夏侯夫人请求张飞 而张飞又请求刘备 张飞将夏侯夫人保护得很好 在纪汉夏侯氏并未受到任何的歧视 在几十年后夏侯氏的表修夏侯霸 逃往纪汉时 刘善还特别把儿子叫出来 渐渐救老爷 夏侯霸是夏侯氏的表兄 比刘善的辈分要高 吉霸入属 善与相见 但张飞这么一抢 虽然解决了老婆问题 但三国里的关系可就乱逃了 首先夏侯家和曹家世代联姻 夏侯渊娶了曹操的亲女 所以夏侯渊曹操哥俩是一辈 夏侯渊的侄女嫁给了张飞 所以他们都是张飞的大伯 按照演绎的说法 张飞和刘备关羽是解败兄弟 所以曹操又是刘备的大伯 当然了 有观众朋友肯定会提醒我 这不过是演绎和正式没关系 其实在正式上 曹操也是刘备的大伯 因为张飞和夏侯氏生了个女儿 这个女孩子后来成了刘善的皇后 所以刘善就成了曹操的表直孙子 刘备也就成了曹操的侄子 这还没完 曹操还和孙权也有亲戚关系 曹操先把弟弟的女儿嫁给了孙权的弟弟孙匡 但他又让自己的儿子曹张 娶了孙奔的女儿 按照前一桩的婚姻来算 曹操也算是孙权的伯父 但看看后面 曹操又和孙权是平辈 不单单是曹操和孙权的关系乱套了 你难道忘了吗 刘备可是孙权的妹妹 得嘞 这下亲戚关系更乱了 这就等于说曹操其实和刘备也是一个辈分 除此以外 曹操还让自己的儿子曹整娶了袁少儿子 袁潭的女儿 按奔菲兰说 曹操比袁少儿又爱了一辈 接着他又让三个女儿嫁给了汉县帝 这样一来他就是县帝的岳父 曹丕和他同辈 作为回报 汉县帝又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曹丕 这下他又是曹丕的岳父 全乱套了 说到底 这东汉末年分三国 原来大家都在一个朋友圈里 站在刘备的孙子刘战的角度来说 三国其实就是自己的爷爷 太舅老爷和二姑老爷之间在四家吗 殿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